本钱不够好,怎么弄都没救,现在日本就陷入这种怪圈,甚至被它最瞧不起的邻国所欺负。 12月21日,日本防卫向也无意提出抗议,20日韩国军舰又火控雷达照射日本海咨询逻辑。 当时机上人员还质问韩方你们啥意思,如果是在战时,火控雷达照射的作用,就是为攻击性导弹指引目标,下一步就是击落。 韩方对此的回应是造错了,而且丝毫没有表示歉意,宝儿嘲笑日方反应过度。 探客认为,此举当然极其危险,而韩方也并非是出现失误,而是故意这么做,就是要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看。 最近以来,韩国对日态度明显趋于强硬。 12月13日,韩国宣布出东五六艘军舰和暑假战机在独岛日本称主导,进行为期两天的军演, 智方激烈抗议称,根本无法接受,而韩方豪正义侠的圈日本要理解。 11月21日,韩方大方面退班韩日为安抚问题协议所势力的基金会,日本所掏的11日元也不予归还。 韩国民意普建认为,日本用区区11日元,就想洗刷历史污点,这个事不能就这么算了,请把他选择顺应冥记。 安倍内阁感到被维持引耍了,但也无可奈何。 可想而知,韩日两国业以恶化的关系,还会进一步下坠。 问题是,韩国为何选在这个时机捏安倍一把? 这就要从安倍内阁,同时遭到三个带国的夹击说起。 首先在北方领土问题上,智能被俄罗斯打回了原点。 本来双方都是虚伪神,都想通过谈判捞取好处。 安倍不愿俄方关闭对话的大门,只要能继续谈,对国内就能有个交代。 而守卧斯岛的俄方需要判断学会,如果日方不想意思意思,那就只要没有意思了。 12月17日,俄方决定立即在南千岛群岛中的宅珠岛和国后岛修建更多的军营,并部署更多的装甲车。 这是对日本的新一次羞辱。 安倍内阁曾在7月份,要求俄方停止新建军事设施。 而今,俄方用行动给予智方一次打击。 安倍恐怕不得不承认一个可怕的事实,日本对俄罗斯来的用处越来越少。 普京在12月20日的记者会上,自信满满的认为,俄罗斯已经适应了西方的各种制裁。 他还公开嘲讽日本的主权水准,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的语义之下,日本缺乏,常国家主权中最要害的部分,而这一部分,早就被美国锁音。 俄罗斯并不指望日本能够保证,归还被方私道之后,禁止在上面驻扎美军,因为日本根本没有做出保证的权利。 普京给安倍出了一道无法解答的题目,解决领土问题,需要与驻日美军问题挂钩。 而刚刚强行在琉球边沿谷为美军基地,进行填海造陆工程的日本,显然已经失能。 更何况,日方还积极谋求不属陆基正斯顿,可以说,解决北方私道问题,在安倍幼生之年,都看不到任何希望。 俄罗斯之所以还拿这个问题吊着日方,耍猴的成分居多。 其次,即使是美国也不再成为日本可靠的大树,最近安倍拼命表现对白宫的忠诚,简直是特朗普知哪儿日本就打哪儿。 为了增加手中的筹码,日本还与欧盟达成自贸协议,从2019年2月1日起,就将形成一个占全球GDP近30%的自贸区。 欧盟也宣布在WTO改革问题上支持日本。 可安倍的软硬,两手在美国人面前都是花拳袖腿。 白宫要死一点,日本必须与美国旧货帽问题达成新的协议,核心就是日本必须减少对美顺差。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彭斯都猛批日起占尽了美国的便宜,而东京则制造各种障碍,阻止美国货币在日本畅销。 白宫现在的主要目标,就是汽车和农产品,持续向日方施压,准备迫使其彻底开到市场。 在12月10日,举行的日美贸易谈谈听证会上,美方狮子大开口,提出了远超Tech的要求,令日方大吃一惊。 美国商会执意要日方同意,签署涵盖农业、工业制品和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、金融服务等17个领域的全面协定。 这样依赖日本的让不将远超PPP的水平,对日方来说无法接受。 按照日程,美日双方将在2019年1月中旬开启首轮谈判。 根据民调数据,认为日美关系变差的日本人,达到39%,创造2000年以来的新高。 究其主要原因,被调查者认为,就是因为美国刹破日本,消除相当一部分贸易逆差。 民意如此,让不得空间变得很有限,对安倍内阁来说压力山大。 第三,安倍内阁为了讨好美方,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与新兴大国的关系,所谓恢复友好关系,正轮为空谈。 12月18日,安倍内阁通过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,和中期防卫能力准备计划,决定在5年内将出云号升级为航母,购买42架每只F-35B野形战机,还计划购买105架,使用传统机场起降的F-35A战机。 美国的12月20日,向两名黑客提起诉讼,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先议为,随即在12月21日,无中生有的谴责亚洲邻国,向美方发动所谓的攻击。 还声称强烈支持美方,会继续与美方一道维护网络空间国际秩序。 日方对邻国正常国防建设与军事活动之手画脚,长期以来进行抹黑和不实指责,在西方世界不停煽动某国威胁论,充满了冷战思维。 借助这种操作,日本不断大肆提升距离,司马赵执行路人皆知,自然遭到抨击。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对日方进行严厉搏制,除了强烈不满和反对,提出严正交涉外,缓紧够日方,在军事安全领域,务必慎重行事。 务必这个词含有某种威吓的意外,表明对日立场秩序强硬。 总之,日本近期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处处碰壁,安倍的日子并不好过。 韩国愁转了这个机会,像列构捕食眼牛一样,要到其身后给了一口。 更笃心的是,日本没有多少时间和资源用于与韩国周旋。 事实证明,处理不好与邻国的关系,日本就无法走向世界。 85岁的名人在退位前已有所指的强调,物恶和平凡荣来之不易,物恶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与牺牲。 日本那些谋求重新武装和替美国当炮灰的人仍然很顽固,如果不认真向亚洲邻国会地卸罪和进行真正的反省,名人对不愿意看到的惨况,很可能再次降临东营。 况且,真正的危机,已经笼罩了这个岛屿国家。 日本2018年先生儿数量勉强超过92本,是119年来的最低记录,而死亡人口,却接近137万,为二战之后最多。 一个甩酒国家的面貌渐渐清晰。 在这种情况下,安倍还一心要把日本变成终部自立散发出旧帝国气息的正常国家,无疑是走上了绝路。 反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